最好 最好 當然是用雙肩包 對 因為雙肩包如果 像女生常要帶水啊 帶化妝品啊 帶很多很多東西 拉哩拉渣的 好 你就裝一裝就很重了 對 那如果可以用雙肩包的話 你的人你會比較正 然後兩邊可以去分擔這個重量 通常女生的包包 隨便便大概一兩公斤 就超過了吧 都可能 對啊 那多少重量是OK的 其實美國有做過一個研究 他們去統計 女生平均包包的重量 那大概是1.4到2.3公斤 平均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會被超過 甚至五六公斤都有 那她的疾骨神經學會 有針對學齡的小孩子 去建議她背包 書包的重量 那其實成人也可以參考 但是建議就是不要 超過體重的10% 是後背包的部分 那如果像剛剛 就是子玄的側背包的話 其實是不要超過身體 體重的5% 不會的感覺一下 3到0 3到5 那第二個順便秤一下 3到5 這個多少 這個大概 25萬左右 不是問價錢 我是問妳大概只問價錢 不是 好煩喔 第三個... 第三個 妳是多少錢 包包很輕很輕 第三個60 這個60 H的那個 60萬 貴一點 有配多少貨嗎 沒有 我跟配貨 接下來看一下 用免洗餐具吃飯的話 會有什麼症狀 這個我們在外面經常要遇到的 對啊 無可避免說真的沒有餐具 忘了帶環保 對... 環保餐具的話 是 總不能用手抓 對啊 不可 而且現在都常常去外面 像我們工作環境 我們很常用到這些免洗餐具的 一次性的 對 拍戲尤其是到那種深山 或是海邊的外景 你還敢挑什麼筷子 還有什麼湯匙嗎 不可能 有就吃 對 可是通常說實在 通常到那種荒郊野外的地方 的便當店 便當盒也是怪怪的 早期的時候 還是用保麗龍的 對... 有... 有的時候吃炸排骨 那個熱度還把那保麗龍給燙 對... 可是那時候不知道說有毒啊 還是照吃啊 所以有的時候會用這種免洗餐 免洗餐有的時候一打開 運氣好 整隻啊 雪白 亮得跟那個象牙一樣 有... 很血白 可是拿起來要吃的時候 哇 就一股那種 那種... 你奇怪的藥酒味 非常嚴重 你又找不到地方洗 也沒有什麼什麼熱水 給你泡一泡 什麼湯的 不可能 那有的時候想說 啊不然 酒精噴一噴 假的 看可以把那個味道給壓住 這個不弄還好 所以一弄 我們吃飯 吃個不到兩口 大概兩分鐘吧 醉了 你自己的金屬而已吧 我不是嗎 我不是嗎 不是 吃了以後開始 嘴巴閉不起來 開始 然後還開始 吹嘴巴 對 我還在想 我還沒吃到什麼毒 你知道 小中風 小中風 你怎麼來就沒有人煩 不是 不是 你想知道嗎 就莫名其妙在 結果嚇一跳 想說是不是要送119 你現在已經成績了 我講不清楚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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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看你 我會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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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真的 這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啊 講完你這個經驗之後 這樣就在旁邊休息 一直猛喝水 喝一喝就流 喝一喝 他整個 注意 大概幾個鐘頭以後 才慢慢退掉 大概要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左右 才開始可以講話 才知道說 那個筷子 應該有問題 有問題 真的啊 不然怎麼會這樣 免洗三具 失敗也會造成 什麼樣的問題 會喔 呼吸困難 骨質流失 骨質流失 雖然有這種 呼吸困難 骨質流失的問題 但沒有那種嘴巴閉不起來 沒有 完全 你講那個完全 完全震動不一樣 是嗎 所以可能 免洗塊就沒關係 你可能是刷掉 對啊 你腳刷掉 那可能 沒有 照理說裡面什麼毒都有啊 我們其實不知道啊 對 對不對 是不是有可能這樣子 之類的啊 請專家來說 我們請專家鄭醫師 那其實因為免洗塊 在製作的過程中 通常都會添加一些 二氧化瘤 或是過氧化先去做一個漂白 消毒還有防霉的作用 那大概我們這些 這些東西吃進去之後 其實肝腎正常的人喔 他可以自動代謝成硫酸鹽 那就是 由尿液去排出 那 少量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如果像是 比較大量使用 或是經常使用的狀況 吃進過多的這些東西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 呼吸道 或是腸胃道的問題 像是 呼吸困難啊 或是 誘發一些氣喘的症狀 那 骨質輸送的部分 其實是因為在 它代謝的時候 會變成硫酸鹽 那硫酸鹽會在體內 跟鈣做結合 可能就會 降低我們體內鈣的濃度 那如果說是 肝腎功能比較差 或是說 本身就有一些 缺鈣狀況的人 可能就會有 骨質疏鬆的疑慮 那像小孩子 常常使用的話 也可能會造成一些 生長發育的問題 生活中 其實真的無可避免 會用到這些免洗人 這樣要怎麼去挑選 只要挑選就是標榜 沒有添加二氧化硫 或是說漂白劑的免洗餐具 或是經由SGS認證 是無毒的 已經經過檢驗的餐具 其實都算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其實為了健康 還有環保 還是建議自備 我們有什麼目測 就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有什麼樣 比較有可能有問題 就是這樣避免的 太白 或是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甚至有一些發霉的黑墊 就是就不要使用 就經常不要使用 灰灰黑黑的 那剛剛趙哥分享這些症狀 有可能是什麼樣的情況 對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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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阿不敢講 你有阿不敢講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 小中風 其實有一些免洗餐具 就是因為工廠比較多 其實來源我們並不是很清楚 那我剛剛講的二氧化硫 還有過氧化硫 其實是公認 是可以添加 但是必須就是殘留 不能超標的一些物質 但是如果在製作過程裡面 它添加了其他化學毒物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那剛剛就是趙哥分享的 之間有像是就是一些 化學毒物中毒的樣子 對 那但是就是 如果說是 肝腎功能正常 其實微量的劑量 造成這些症狀 其實它是 我們是可以代謝掉的 是短暫的而已 短暫的 對 但是如果真的是遇到 比較毒素比較多 然後這種狀況 可能就真的要去醫院 那這時候要多喝水嗎 還是要喝水代謝掉 對 把它毒代謝掉 這個要一邊喝邊肉 這樣怎麼辦 還是有一些喝進去 還是有一些喝進去 這樣子 不是 因為他用酒精噴的時候 酒精會將這些化學的藥劑 給揮發出來 本來毒性可能沒那麼高 因為這樣子那麼高以後 我們又不明白 吃了以後 當然馬上就造成問題了 今天看到這麼多 大家經常都有可能做的一些 生活習慣 竟然會讓你身體整個海料料 甚至會讓你變醜變不好看 對啊 好害怕喔 對 所以我們要趕快多學習一些 在家裡吃 家裡就可以做的一些好的料理 對 這樣可以避免很多的問題 對 讓我們減少 至少可以減少到外面 去使用免洗餐具吃飯的 對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來分享一個 連我都會做一個簡單 然後也可以減脂的一個 絲瓜蝦仁紅蛋 來囉 今天這道料理非常簡單 它是其實材料也就是 我桌面上看到的這樣 然後因為我絲瓜已經先把它的皮 已經刨掉了 然後去頭去尾 切成小塊 切成小塊就好了 就會有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買的那個市場的小蝦仁 然後打了六顆蛋 六顆蛋裡面呢 我就會加那個薄鹽醬油 薄鹽醬油就對了 對啊 看妳的平常吃鹹吃蛋 那妳幫我打 好 我幫妳打 妳幫我加油 好 妳幫我加油 妳可以了 可以... 然後只加一點點油 蝦仁下去去 好 對不起 沒有... 剛剛太滑溜了 它就滑溜... 妳在幫蝦仁配音就對了 對... 很生動 好燙... 蝦仁油 吃瓜也可以下去 然後拌一拌 這個滑煮煮我這樣打夠了嗎 可以... 那妳覺得這樣可以下蛋嗎 這是要看 因為通常一般家庭煮的話 它就直接加下去有沒有 對 然後其實妳這樣子去烘 它的蛋會比較薄一點 但如果說妳今天是要想要它 比較厚一點點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把蛋液加上去 慢慢的去攪動它 對 然後讓它蛋液一層一層的 疊上去它才會夠厚 像玉子燒那樣子 對... 然後再放給它燒 它就會自然的膨脹 所以它就會厚 最怕的其實就是出... 絲瓜炒一炒會出水 那怎麼辦 那有可能就蛋液下去之後 它其實就沒辦法 它會出水 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有出 我們把那個水先瀝掉再下蛋 也是一種方式 好 我們還加蛋液喔 對 可以囉 好 因為絲瓜不是說會出水嗎 對 會出水 所以它就看起來沒有出很多啦 就差不多下去攪拌 你們真的做了真糟喔 我看 真的嗎 這簡單人家也都可以學的料理 趙宏哥你也滿喜歡做菜對不對 對... 也會做野菜嗎 略吃一二 但絕對不會做像這一鍋 那怎麼辦 有酒 你判斷有沒有酒 基本上就倒掉重做 你不行 這太浪費食材了 對啊 我們還是看一下 有機會 好 有機會 我們拭目以待 你再讓下面手畫一下 再去攪拌一下 把下面熟得早上 好 這個就是我們都希望介紹一些 在家裡面就可以做的一些 簡單的料理 對 料理小白也都可以學會的 好 我可以了 好 然後把它鋪平 真的是料理小白都可以做的 對啊 如果我們花花都做得出來 沒錯 那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這個一定要用那個不沾鍋嗎 還是一般正常的鍋這個 一定要用不沾鍋 然後你油一定要夠多 對 這樣才會不沾鍋 剛剛說在油是有下的少一點 對 我想說要滿健康的嘛 沒關係 沒關係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對 然後烘個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翻面 再烘個五分鐘 就會完成了 就會是我下面的 這一個 哇 蛋黃 也太厲害了吧 謝謝 太強了 厲害了吧 消脂的絲瓜蝦仁紅蛋 之前先做的 因為有點冷掉 不好意思 請大家 沒事 可以 再做一會兒 我們待會兒就 整理就分給大家吃好不好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今天各位貴賓的莉莉 謝謝 謝謝大家的分享 更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ShareShare董事長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